接下来这条询文我可喜欢说了 我们先来看图片 给您看到的这都是美女 咱们把一个图片都码出来 您瞧这好多美女图片 我跟您说这些美女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国籍 哪个国家的呢 白俄罗斯的 中欧国家白俄罗斯 她的人口很少 只有一千多万 自然资源其实也比较贫乏 但是这国家有一项资源特别丰富 什么资源呢 就是美女 因为种族和血统的原因 白俄罗斯的美女 那家伙我跟你说 身材高挑 大眼睛 高鼻梁 尖下巴 尤其是那些深陷的眼眶 和突出的颧骨 使得整个脸部看起来 更加的立体了 特别的上镜 所以很多模特公司 都非常喜欢白俄罗斯姑娘 再加上说实话 白俄罗斯这国家 经济不算太发达 所以在白俄罗斯美女 这些美女外流的现象就非常的严重 很多美女都觉得 我在自个国家挣不到多少钱 我跑国外去了 有的人是嫁到国外的 是被国外的那些模特公司 出高薪给挖走了 等等等等 所以最后留在他们白俄罗斯国内的那些美女就越来越少了 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为此白俄罗斯的总统叫做卢卡申科 最近亲自下令出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限制这些美女出国 你美女要是想出国的话 必须先得申请得到政府书面的批准之后 才能出国 以前拿一个护照就能出国 现在不行了 必须有政府的书面批准 我觉得这政策有点意思 你说你怎么能判定一个女孩 她到底算不算美女呢 这由谁来判定呢 当然话说回来 有这么一个政策 白俄罗斯的那些小伙子们 估计是会举双手赞成 都不太赞成这个政策了 你说美女都跑到国外去了 叫咱们娶的都是剩下这些 这些不满意对吧